韩国艺术家秦慧元以外婆留下来的六本笔记为基础 创作了两本小说 夜行以外婆为视角 讲述的是一个家庭在韩战爆发前 从北韩撤离至南韩的经验 另一本不然则是母亲的视角 处理的是家庭在聚变之后的共同生活 虽然艺术家并未亲身参与上述的家族经验 但他以自身的理解想象 来对小说中的故事轴线进行了重组 这些虚实交错的故事也是他积极回忆过去的成果 摄影作品《全家福》则挪用了1940至1970年代 在北韩与南韩所拍摄的照片 艺术家挑选了钢琴室、动物园、走廊等等活动场所 并用修图软体将人物从这些地点中移出 只留下那些人们互相交流的暗示 这些后织过的照片提供了思考与自我投射的空间 使观众得以在其中产生参与关于自身的记忆 单身的装置 领 丢队 丢队